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1月27日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法案通過後,美國可以制裁損害香港一國兩隻官員及人士。 制裁名單成了關注點。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官員都是熱門人物。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梨暢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認為首批制裁名單人數不會太多,熟視水溫。 但有代表性,預料逃犯條例修訂的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均成為首批被美國制裁人士。 9日有網民在余懷松的推特留言, 建議將支持北京的香港官員及警察納入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管轄範圍, 要他們承擔拒絕讓港人落實普選和自治的後果。 余懷松回報,行政會議成員、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如何? 他似乎是列入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名單的好人選。 很快有網友回應說,何君堯也是個適合人選。 許多證據顯示他策劃元朗721襲擊,以為重回覆,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是另一位人選。 指鄭若驊靜就惡法、緊急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及無面法進行法律研究。 余懷松回覆網民留言,指鄭若驊是在香港臭名超注的律政司司長。 至於近期引起極大民憤的警暴問題, 袁認為警隊人數龐大,加上執法時大部分都是蒙面, 難以追查違規警員身份,預料只能制裁涉事警隊的高層。 美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現上對沒有資產在美國金融機構的人士不會構成影響。 其實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單,任何銀行和美國有業務來往的金融機構 都不可能處理相關人士的財產和操作,如同凍結資產。 不過,由美國牽頭簽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更大的威力在於他在全球引出的《蝴蝶效應》GLOS創辦人, 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沈旭暉在他一篇題為《紙赤地球》。 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法》英國蝴蝶效應的文章中寫說, 由於全球都很重視中國市場,如果不是美國牽頭, 關於香港的人權法案較難推動而剛簽訂的法案。 內有條款講明,和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 韓國等盟國共同協定,推廣香港的民主與人權, 這些給美國點名的盟國起碼有責任回應, 也很有可能捕美國後塵定立類似的法案。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